大家要上這個藍調班 其實最重要是想要了解一下 藍調到底是有什麼地方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也確實是藍調 它就是很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的音階特別 就一聽就知道是藍調的味道 那你假如說平常同學都沒有上過藍調課的話 你幾乎不太會用 就算你就模仿一下子 也沒辦法抓到它那個真諦就對了 所以我今天再花點時間再講一下 因為下一期還是有人進來就是藍調的 有些反正基本上通常想學藍調的 比如說對這一般的流行的曲子 都已經等於程度算是不錯 程度不錯才想要更上一層樓 想要再了解一下藍調 所以我們今天講一下藍調 這個當然今天是最後一個月 這個月的最後一天的 然後下個月又開始 我知道有幾個同學 他想要從那個 他已經算是進階班這些已經算不錯了 想要進到藍調這個課來 所以還是一樣我必須要稍微講一下 可能下一期講的 就下個六月又要可能講得更仔細一點 可是我可能還是每一堂歌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藍調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藍調就是我們簡單講 就是分成這個 major blue scale 或是minor blue scale 就這兩個 所謂major blue scale 就是我以前也是搞不懂 弄得半死了 自己研究了半天 也不會有人教你 而事實上呢 你看看國內那些 也很少牽涉到這個領域 自己的話就是 就是還是要看看老外的東西 那你老外的那個 那個 他們有的時候也不會講得非常仔細的 他們也是 也是一樣照那個譜來就是這樣彈 那基本上他們那個 有些都是 當然看譜能力有些很強的 就照譜彈就對 可是這樣一直彈一下也沒什麼意思 你如果今天碰到一首歌 你要怎麼樣子把它用到有點 聽起來有點介石味 我們一般來講介石味 通常也就是等於藍調味 你怎麼樣彈出來就有這個味道 這個你如果要彈的 你還是你死K也沒有用 你也不會活用 對不對 你還是要了解它裡面的 你裡面的竅門 就好比我最近不是 教一個那個叫什麼 這個Amazing Grace 一般的很 就是一般同學 就是大家都很普通的嘛 對不對 就是把那個旋律彈出來 那但是你如果有涉獵到這個藍調的時候 你只要學到一點藍調音階對不對 你彈出去就有那個味道出來 就像那個 像那個 像那個 那個誰啊 那個 我們班上不是有個安的嗎 安的那個 他今天也沒辦法來 他是 崩崩好 他今天他是 他現在要上班了 所以他就是 都是客戶上班 你看他就彈一個 Amazing Grace 大家也聽過沒有 雖然就短短的幾個 幾個 幾個 就是用了幾個音階對不對 就藍調音階 可是味道就出來了 對 如果說再好好再練一下子 就是再把它裡面的真 真 就是真正的那個 那個東西弄一下 就 就 不錯了 好啦我們今天 從頭再稍微講一下子 就好比這個 像這個 小炎博士對不對 那個 他不是彈這個 彈這種 就是他今天丟了這個嘛 對不對 然後 四三 我為什麼這個不能快呢 就是一手去 而且又難背 重點是很難背 你就慢慢彈就是 你看看你彈 彈了半天對不對 你腦袋瓜裡面 你看啊 你現在彈了半天對不對 你腦袋瓜裡面是等於說分離的 其實左手你和弦是用七調的和弦 雖然你把這個音拿掉 我就是跟音五度音 就把這個音拿掉 但是你的想法中 還是抖發手抖這幾個和弦 但是你右手用的是 你右手用的全部都是降一調的音階 所以你彈完這首歌之後 你無形中不知道磨練了多久 你現在對降一調的音階就比較熟了 比如說dola 然後你還懂了這個以後就是多了一個 比如說la do re re 這個藍調音符 然後這個也是藍調音符 然後這個圓來的 這是降一調的 所以你無形中你就降一調 你就慢慢就是大概知道了對不對 然後在這裡面的話 你再如果再加個五聲音 yemala do re mi sol la 然後這邊多一個C的音 發的音在這邊 你就等於說 等於說降一調音階你都會了對不對 然後你再加上這個 比如說你彈 其實你潛一默無形中 你就是會彈到降一調去 對不對 然後你也無形中你也吸收到這個東西 這個藍調音符 這個藍調音符 你會無形中啊 就是潛一默化就對了 然後就是 就好比你 假如說你會這個 你再把這個 假如說你amazing grace 你自己可以彈一下 然後你就是手動 這幾個和弦 你現在 你要直接起來 開始你沒有練這個 你就是會覺得 關是降一調的音階 你就早了半天了 對 那我相信你 你現在彈完之後 彈完這個藍調對不對 那基本上 當然對你們來講 時間還是不夠 可是你最起碼 你會彈這個 然後你自己不妨試試看 手動 對吧 對不對 你先把主旋律彈出來 主旋律彈 現在你彈起來 會比較比那個輕鬆一點 因為你最起碼 你現在降一調的音階 大概知道 就已經稍微 有一點點的概念了 然後 然後自己嘗試一下 你就把那個 你現在學到的 幾個藍調音階對不對 就是 西漫娜音階嘛 就 不是上次教你 對不對 在那個 有一段這個 那個發和弦的裡面 就 你就是 大概是這些東西 但你如果說 因為它的速度 跟那個不太匹配 對不對 你就是 好 你觀視這四小節 像這個 等一下再看那個 蹦的對不對 蹦的不是有鍊 這個 嗯 它現在是 Dola Reso 對 它現在彈降一調 就 Dola Reso 你看它現在彈的 收和弦的時候 它彈收和弦 它無形中 這個 這就是 這也是 這也是藍調音符 就是 降B調的音階 加個藍調音符 那你嚇一嚇一嚇 那你嚇一嚇 注意看啊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然後啊 我們現在全部用 Dola Reso 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剛剛是 就是 加一調的 Dola Reso R 現在是規規矩矩的彈 Dol La R 現在我加個藍調硬王 注意這邊 這個也是降B調 降B調的藍調音階 然後假如說 所以你們無形中你們學到這些東西 你把它用上去 降B和弦 降E和弦 加個藍調音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Lamina是一樣的 這兩個 主要這個音符 還有這個音符 懂嗎 我只是隨便示範一下 你們現在因為練過降E調 那你就把藍調音階 尤其是所謂藍調音階 就是把原來的音階 加個藍調音符加上去 所以你彈久以後 你這個手的手型就在這邊 所以這個 你彈久以後 再看一下Bone 他不是練這個 他總共練 他今天丟兩片上來 這個是等於說歌曲 就是這首曲 這個必須要練 練完知道你才知道怎麼用 才知道是 有沒有 這些無形中 右手 全部都是降E調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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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他現在用的最 就是這樣B的和弦 他現在反 你們現在等於說是 就 就這樣E調 對 然後最起碼 就大概知道這些 然後今天彈這個 好 就全部是Dola Reso 好 好 好 吓我一跳 我剛剛不知道是哪來的聲音 外面的聲音 懂嗎 今天這個只是 我現在只能這樣講 你們自己去體會一下 因為你們 就談這些目的是幹什麼 那目前的話就是 就是那個 比如說這個 比如說Altern Leaf 我彈這首歌 然後加點藍調 集心的時候 加點藍調 音符上去 我現在都沒有加 就規規矩的 對不對 就這樣子喔 你剛剛看我彈的時候對不對 應該比較不會陌生的嘛 就是我彈那個 Lamana的時候 我就是 就是Blan La是這樣 Solo So 有沒有 我就用這個 就是剛剛那個 蹦蹦在練那個 那我這邊又是加一個這個 這個你們都相信 對不對 都已經練過 X-Mana音階了 所以你們看完之後 就稍微知道我是 只不過是你們現在 所欠缺的是 欠缺的是什麼東西 欠缺是節奏 因為你這個彈下去 你那個節奏 你根本 就是知道想填對不對 可是那個填不出來 就拍子也不對這樣 可是拍子這種東西 就是 什麼 bill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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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要那個 心中有那個 就是 這個平常也是要練的 就是自己在自己要節奏 就是說 如果三拍是 叠叠叠叠叠叠 Cathy Boris 那就是多聽的 不…像這首歌是四拍的 叠叠叠 Lite 好濃火 这样 词曲 李宗盛 我现在看起来就很熟练的 就是都有都会 我平常就教过你们的 只不过是节奏的话 你一凑上去 你就就是节奏拍子很难弄上去 那拍子怎么练 平常也是练一些 多练一些 比如说先从正常的开始 比如说你 你看我右手也不过 我心中也不过是 用拆着弹啊 那这个先决条你们就是 我刚刚用的几个音节 你们都几乎都碰过了 比如说像 尤其是降B的时候 这个 降B啊 降E啊 这些音节 所以说这个啊 就是就是就是练啊 一点一滴练出来就是 所以你们练这个 这首歌呢 就是开始没办法 就是开始慢慢练 越练越多练了 对 那我比如说像 我等一下我打算 有些东西就很漂亮了 像这个 我现在弹的这个东西 我是准备准备准备这个 下个月再教 就因为下个月有心中要进来 他这个就是就是叫什么名字 这样那个小区啊 就大陆那个小区 他准备进到 就写一下蓝调 所以